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的专访时间 那今天呢 我邀请的这位同学 他是跟我是拉斯维加市的同学 我记得他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很漂亮 而且跟他的年龄是完全 你完全看不出他的年龄 所以那时候对他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那在后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呢 也发现他有非常非常多 不可思议的故事要分享 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这位同学 那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有请我们今天的专访嘉宾惠惠姐 惠惠姐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跟你的视讯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线上的嘉宾们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彰化的惠惠 惠惠姐 其实我们在拉斯维加市 我们就是同学不知道惠惠姐对我的印象深不深刻 反正那时候 我对惠惠姐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大家看他的这个长相跟我很年龄好像很像 但事实上他已经是 女人的年龄还是不能说 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进入这个系统都是有一个生命故事 那很好奇那时候其实我听过惠惠姐很多次的分享 想问问惠惠姐当初在接触超码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让你接触到这个系统的呢 那惠惠是在2018年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那在这个接触这个系统之前那惠惠有人生的课题哇非常非常的多等于是一牛车啊一拖拉库啊这是啊 关关难过关关都不能过啊把自己搞得云头转向的啊然后啊生命啊跌到了谷底啊然后甚至也有亲身的一个念头啊那当时啊就有一个啊就是生命不容易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有经验啊算命啊算塔罗牌啊啊或者或者是啊到庙里求签啊拜佛等等啊会会也是不例外啊那其中就有一个塔罗牌老师 他跟会会说其实啊太阳能量很强哦那你如果真的有不如意的时候啊每天早晨起来面向东方跟太阳公公诉说你的苦啊难题都会有解哦那所以呢会会当时啊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啊跟自己的小孩子还有啊自己的儿子跟未经们的媳妇啊有这个很难解的这个亲子关系跟啊婆媳的一个问题哦然后你看哦那我是一个妈妈 然后小孩子就是以下犯上啊不礼貌啊种种的精神暴力语言暴力哦甚至曾经也从空中飞来东西哦让你啊避之唯恐不紧这样逃之夭夭的哦这个这个生活真是很难过很难过但是又能跟谁诉说呢那想起塔罗牌老师说哎那可以跟太阳公公说 哦那会会就每天还会就每天拿开着车上办的时候边流眼泪边跟太阳公公求救啊啊对着他诉说啊喔那说着说着哎这好神奇哦就在FV啊有一个啊网友哦他就丢给会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相关讯息哦那哎他讲的啊是爱于感恩哦那会会点进去看啊他在书中还有写 躺着坐着都可以有做的方法来练习这个心法 怎么这么殊胜 在会不会过去所学习的系统 那他也是要跪拜 然后也是要念经 那为什么信仰这么久 问题都没有解决呢 那一样的是用诚心去来要求的解决 那在过去的系统得到一个没有答案的一个解 那是不是又换一个系统来学学看呢 那会不会就真的打开心门 那问我的接引人说 那会不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呢 那会不会很快就在第七天 那我的接引人就也会会到宏甲大学 当时有一个经营会 在那边拿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哇很殊胜哦 会不会赶快看到第七章就开始做心法 那会不会也是透过书中的方法来圆满 跟媳妇跟儿子之间的一个课题 那很开心的是 那我们过往跟儿子跟媳妇这个问题 有多么难解呢 那会不会也稍微带过一下 那当时会不会的人生是最谷底的时候 因为刚好婚姻关系也告了一个段落 那言语为跟儿子媳妇一起来打拼一个事业 就是换了一个跑道 换了一个天空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蓝天 可是并没有 那会不会来到了这个公司 开始另外一个生活的时候 蜜月起不到一个月 就开始为什么在一起就会意见不合 然后每次意见不合 会不会总是要认输的那一个 就两个身边的这两个负能量是超级强的 而且是一个也抵不过两个 那大家都知道生一个儿子 娶一个媳妇 常常这个红尘中 常常会认为说失去一个儿子 那会不会就想起 当时就想起说 以前阿嬷都说 生一个不好惊 倒不如给他生一个人吃下去 那会不会就想到这句话 就不尽三懒泪下 想说 我这个儿子怎么突然交了一个女朋友就变性 这个性情怎么变得这么暴躁跟恶劣呢 那常常会不会就躲在棉被里哭 暗地里哭 那整个身心灵就非常非常的巨疲 然后整个人也产生了忧郁症 精神观能症 什么症状都来了 当你承受这个身心灵的压力的时候 症状又来的时候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 因为能量常降低 那威妻们的媳妇跟儿子 对威妇骂得又是更凶 那常常在鸡蛋里挑骨头 做这个也不是 做那个也不是 你什么都不对 那他们常常就是有话题来挑剔你 然后就找话题来念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那威妇也不知道是哪里不好呢 那也因为这样子 进到这个系统开始 想说用一个方法来解决 那就是透过我们的忏悔 在从中就找到了答案 然后也来圆满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刚刚有听到惠惠姐讲 就是儿子跟你的关系不是那么好 那我想问一下 在儿子没有跟这个媳妇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儿子的感情好吗 好 很好 那说不在旁边就是有起到一些 我们都讲我们都是生儿子的 人家说生儿子是有名气没福气 生女儿是有福气没名气 那生一个儿子很多人就是说生儿子 就等于是这个儿子就等于是嫁出去 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是都会听老婆的嘛 那也就是说 儿子跟媳妇认识以后 就是对惠惠姐的这一个态度 就有了不一样的改变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跟媳妇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不圆满 导致这个儿子会常常跟惠惠姐起冲突呢 哇 金宜主持人真的是问得非常好 这也是惠惠很纳闷的一个地方 我到底是招谁了谁了 就是好好生一个儿子 那来一个为敬门媳妇 好像是有一种纠战缺潮的一个感觉 他甚至看惠惠出处不顺眼 那惠惠也很想知道答案 可是真的是很感恩天地 感恩超级生命这个系统 这个答案居然是在我们书中的 步骤心法123找到的 他在有一次会不会做心法的时候 想说我们生活上最难解的课题 把它从第一个最难解的课题 把它圆满解决了 那会不会开始发现就旁边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觉得哇 这个最难解的就是这两个最大的负能量 那我就从他们两个开始着手 那再会不会做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深沉的一个 一个忏悔的心法里面 真的是会不会有一个大策大悟的心说 我一定要改变 我一定要找回 儿子原来的一个善良 就在一个起心动念之下 我好好的做忏悔 我就在观想这个 这对年轻人的时候啊 当然我们当时也进到系统没有多久 就是傻傻的忏悔 就是傻傻的跟他们对话就说 我不知道过去换了什么错 然后人里面这么不开心 那就是只能说对不起啊 说抱歉 那希望这辈子我们能够好好的当一个拇指关系 剖析关系啊 那会不会愿意为过去所做的错 跟你们两个说 对不起 可是啊当时啊 这很神奇哦 就怎么看到他们两个瞪大眼睛这样瞪着我 想说那可能是错觉 因为会不会那时候对系统还不太了解 只是想说就是有这个心法 一二三那会不会来做这样子而已哦 那会不会还以为这个是一个错觉 想说那第二天还是要很认真的来来做心法 在做的时候 想说昨天他们不太开心是瞪着眼 那没关系再来说一次对不起看看 可是他们两个还是把头撇开的那个影像 然后会不会想说 不然拉到他们的手有温度 可能心会软化一点 就双手去拉他们的时候 居然手是被甩开的 那在做心法的时候 自己的手这样弹起来 会不会才会觉得说 哇这个系统真的好殊胜 原来跟我们过去式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互能量沟通还是会有反应的 原来他们对会会的这个 这个累世的一个恩怨情仇是这么的大 那会不会觉得说 哇第二次还有反应 有反应总比没有反应好 他们还是继续生气 没关系 第三天再继续一定要大策高五 再开始做心法 那会不会想说 没关系 反正在心法中 忏悔的在淋漓尽致 反正拉下老脸也没有人看到 当时想说 那跪下来道歉好了 我想说好 那当会要跪下的时候 好话都 当然前面好话都说尽了 但要跪下那一刹 哇两个年轻人 一人拉着我一手并没有让我跪下去 然后我发现他们两个笑了 哇 当然啦 这个忏悔还是有愿力的一个回向 然后会不会想说 也还是认为是一个错觉 是自己想着要让事情圆满的一个错觉 那会不会想说 那看到两个年轻人笑 那可能明天再来做吧 看会有什么反应 没想到第三天做完新华的时候 我跟我魏晋门的媳妇 已经两年多都没有讲话 我们沟通就是靠打字 靠赖打字留言这样子 或留纸条 没想到他那天 怎么打开办公室的门 就叫我挨澡 哇 他那么一身澡的时候 我眼泪好感动 就这样流下来 然后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拿着卫生纸就往外冲到门口 这样边哭 边擦鼻涕 然后对着太阳公公 然后观想着我们导师的那个法相 一直感恩在太阳底下一直感恩 然后哭哭哭了大概十分钟 擦干眼泪进来 进来开始又上班 然后内心一直发射这个感恩 终于懂得感恩怎么去发射 在那一刹那 学会了感恩怎么去淋理尽致 开始发射这个感恩能量给他们两个 谢谢你们两个愿意原谅我 哇 从那次以后真的哦 真的是没有在像这么恶劣的炒过架 然后有问题也都是会好好沟通到现在 四年过去的我们的感情就是持续不断不断的升温哦 那刚刚慧慧姐在讲到说在心法里面有看到 那也就是说慧慧姐有看到你们的就是前世 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关系 所以媳妇会很讨厌跟慧慧姐交流 对吗 我已经问我这个我整个鸡皮跟她就气了 真的真的是慧慧觉得这是天地的一个视线 是让慧慧能够臣服心服口服一个因果关系 你看到的表面就很多红尘中人他会 他会在会面前摇耳朵说你看你那个媳妇都不笑 他没进门就敢这样对你以后还得了 然后也会批评儿子 然后会不会想说对我们我们真的是家丑不可以外扬 你再怎么样你讲人家只是会笑我们 并不会说了解这个有前世因果的关系 所以当这个视线让会不会看到以后真的很心服口服 原来不是一家人真的不进一家门 你看他来到我们这个家为什么会那么嚣张 为什么可以可以睁大眼睛对着我拍桌子 大吼大叫他可以失控 然后他失控以后他谩骂以后 我儿子他会从后面这样丢东西到我的桌上 然后我就整天都活在胆战兢兢这样这个一个生活下 原来在那个境实现的是我们再有一是我们三个是一个三角关系 然后然后这个未经营的媳妇 她在那是她是一个情场失败的一个一个女生 然后她是走了一个绝路 所以在那个境里面就看到了一封遗书 她是真的走走了绝路 然后就结束她那一世的一个生命 哇当这个新华醒过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总算了解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可以对我这样大逆不道 那为什么可以了解儿子为什么也会这样 可能那一世会不会做错了什么事情 或者讲错什么话 让这个女生这么消极的结束了她的生命 一定是我们曾经有错 而且不是只一昧怪的对方 所以老实讲的反求诸己 会会有一个很大的醒悟 不是只有这辈子的反求诸己 我们还要回归到过去世 反求诸己到这一世 因为有那个姻缘在 这辈子她才有这个负能量一个灵魂记忆的一个视线 她才会这么嚣张这么的不满 看到我就是不满 然后看到我很生气 然后以前会不了解的是 为什么我不能跟儿子讲话 她会生气 然后我们回到家里 儿子不能来我的房间 她还会生气 原来在这个新华镜都答案都有了 原来她内心还是吃醋 她的善有力灵魂几乎都有的 所以会不会从那次以后就开始对她特别的爱 然后甚至会在新华里面告诉她说 祝福你们这辈子要圆满 这辈子我是妈妈 所以你的灵魂记忆要搞懂 你要弄通 我是妈妈不再是你的情敌 我在新华镜讲这个话 同样的话讲了三年 讲了三年 我慢慢让她灵魂可以接受到 我给她的一个善意的一个道歉 跟一个善意的一个祝福 让她这样每天的一个祝福 她变得有笑容 她变得很开心 变得很开朗 会不会才真的弄通弄懂 原来啊这辈子可怜的是她不是我 被欺负的不可怜 可怜是她背负的这个累世的一个怨恨 在她身上夹住的这个夹锁 她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有一次她对我叫嚣骂的时候 甚至用她的一只手指着我鼻子 骂得非常非常难听 那她妈妈然后她爸爸 还有我儿子都说 你这是真的太过分 然后她讲了一句话 让我很刻骨铭心 她说其实我真的不想对你妈妈那样 可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控制 当她每次在学习超级生命满的时候 想起她讲了这句话 我一定会一直哭一直哭 很难过说 你看可怜的是她并不是会会 但在红尘中你看的是会不会被欺负 没有 其实应该是上辈子 我也是这么欺负人家的 上辈子我也是这么对待她的 让她的灵魂记忆体就是这么的难过才要看到我 她的记忆体就是觉得很不喜欢看到会会 然后就会猛然那个公事就这样弹开来 然后让会会这辈子也觉得莫名其妙造架不住 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造的一个恶因 那这辈子就要致死恶果 所以我们要臣服英国 当我们你臣服英国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解这个英国 你才能够乘以我们太阳圣的导师 臣服我们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在让我们解 解过去世的一些不圆满 那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胸 来解决你过去世的一些恩怨情仇的时候 当这些恩怨情仇解决以后 那对方内心接收到 他的灵魂接收到 他放下了 其实对他才是公平的 不然他在红尘当中 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他永远这是被谩骂的一个 那会不会 在也忏悔过去世老师跟妈妈告状 跟女儿告状 那他在我们家的地位也都没有 那所有人都讨厌他 他一个人讨厌我们全家 那我们全家人讨厌他一个 那最后我们大家 共业还不是又串在一起 然后又是两败俱伤 然后下一辈子轮回 那谁又要当婆婆 谁又要当妈妈 谁又要当老公 那不是又演一出戏吗 那所以会很感染 有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那不管来世 谁演老公 演太太 演婆婆 演小孩 我们都能可以延续到 这辈子的性母 到来生来世 都是幸福绵延的 所以感恩太阳盛德老师 感恩天地的祝福 让卉卉这样 有现在有这么的幸福的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精彩 都呈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境里面 非常非常的感动 对 其实导师一直都教我们 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因果 那生命当中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 你这辈子可能从来就 没有对他不好的人 可是莫名其妙 这个人就是不喜欢你 其实不是只有 媳妇跟婆婆 还有很多 其实我大部分的媳妇跟婆婆 好像都是冤家巨头 那因为为什么 婆媳关系有那么多人 基本上我没碰到过 有多少 婆媳关系是非常好的 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那我相信 其实这些都是有因果 就如同卉卉姐讲的一样 当你明白 因果的这一个定律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看到这一辈子 所有对你不好的人 你就看到 曾经的你有多恶劣 当然老师一直在讲说 要反求诸己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 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收获 那刚刚卉卉姐有讲到 就是跟媳妇跟儿子 是同样经营一个公司 那我们也听过 卉卉姐的分享 卉卉姐在最开始是负债的 那后来因为透过 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系统的学习以后 现在听说现今很多了 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那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收获了什么 好谢谢 那在2018年 卉卉刚刚有提到 在当年度 我们是在2016年开始创业的 那刚刚有提到 蜜月取机有一个月 表示2016年就开始吵架到2018年 那这个吵架 生活进步圆满的当下 就是负能量充斥的空间场 生意怎么会兴旺兴隆呢 可是当时无知无敏啊 哪知道能量场的重要性 只知道炒赢就是赢了 殊不知道炒赢了就是输了 赢了面子输了理直 完全没有这些逻辑观念 那学习超级生命买以后 会懂得反求租籍 然后透过新华步骤123 圆满了三个人的关系以后 才发现了 在圆满的过程中 生意就慢慢的 就是订单就一直进来 然后就觉得说 奇怪哦 那为什么跟过去差这么多 那两个年轻人也发现说 原来不吵架生意会比较好 所以每个人都为了金钱 为了业绩就慢慢的收敛自己 其实这个所谓 看得到是他们在收敛自己 那其实是超级生命买的殊胜 会会有用心法 用功德的一个回效 他们收到了功德 圆满了他们过去式的一个缺憾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会习性 跟个性的自然而然会 因为能量场的提升 他就会改变 那三个人就会 慢慢的一个人学习 带动两个人的成长 那也带动公司的业绩成长 那就如同老师所说的 家合万事性 这是千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所以在2018年当年度 我们还公司统计下来 还有将近200万的一个债务 那会不会刚刚有提到 是在2018年的6月 开始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系统 那在2018年的6月2号 刚好也搭上了板桥第一馆的 因为爱而富有的这场讲座课程 哇 因为爱而富有 那会会也得到了祝福 只要爱多一点 户足就会来报道 所以在那行课程 讲座课程 回来以后 那也我们三个关系慢慢的圆满 居然就在当年度 2018年的12月底的结算 哇200万就可以还清了 那就觉得天地的祝福 真的是一直都在 那只要愿意真心来相信 做实验就很快 我们的事业有的起色 互债也还完了 那在2019年 就一个进展就累积了 大概有几百万的一个盈余 那2019年的一个收获 那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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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间就突破了一个八位数值 这个这一年真的是太殊胜了 而且是疫情年 就是大家关店的关店 然后不能营业的不能营业 你看也不能出国 旅游业 一些店家吃的什么都很萧条 唯独我们公司的生意 真的是忙到大家不可开交 所以在当时也看到一个盛况是 在我们公司是 2020年那这等于是开业有整整四年 你看这个盛况是在学习超马的第二年 所以会会感受到天地给会的祝福 是不断不断的在给予 所以在在谈到2021到2022的今年 哇还是还是业绩还是都一直一直在上扬 那会真的很感动 那不仅不仅在财户上有一个要身 然后在在婆媳关系 那他们在在前两年也登记结婚了 那这个婆媳关系越来越好 那在过往 煮完饭请媳妇吃饭 他是爱理不理的 他也不会回答你 他如果愿意回答你就是口气就说 我今晚在没用 就是这样回答你 可是现在不会 现在说我煮饭你要不要赶快去吃 你那么忙 这样太累了对身体不好 要赶快调好身体 要生小孩子 这样子你对他有一个关心 他就说谢谢我等一下就去吃 你看这个互动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儿子也发现 会不会跟媳妇的感情越来越好 那以前是他们两个一国的 那现在是我跟媳妇一国 所以儿子自然就会靠过来三个人一国的 所以这个还是大家感情要好 这个事业跟金钱跟能量产 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那会发现说 儿子也发现我跟媳妇的感情越来越好 他开始在找房子 他找了一年多的房子 那会不会都不知道 那他突然间就跟在大概一个多月前了 跟会说他已经找了一年的房子 始终找不到理想的 那请妈妈可以帮忙找 或者外面有什么消息 看到广告看版新建物都可以提供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房子这样子 那会说那我们住的公寓也很大 我们有40品材三个人住啊 那那空间是蛮大 为什么想要买房子 他说那他说 这个公寓也算是几年了 那我们是不是搬到环境更好一点啊 然后以后我可以养老啊 然后这边租给人家 然后就是希望这个房子 有一人一层楼 然后希望有电梯 我说有电梯要做什么 他说以后你老了 脚不能动啊 不能走啊 就可以搭电梯啊 那会心里虽然听到脚不能走 不能动有一点事 可是毕竟也是他一个关心 他没有想到说 我们在学习超级身份密码 就是要设定自己 是健康强壮的 所以他讲说 希望你以后老了不能走路的时候 不能上楼梯的时候 有电梯可以搭 这是他一个爱 那就很神奇哦 会不会就运用太阳连眼转运滑 运用那个心法 在那个爱与感恩的心法里面 就观想儿子所想要的一个房子 很神奇哦 在第七天哦 就看到一个 F不将滑过就一个广告 刚好在我们家附近哦 那就我就想说 那自己先去看看 很神奇 就在那个礼拜天的早上 儿子也起床了 我说我看到一个房子不错 我等一下先去看一下 如果不错再约在一起 你再一起跟我去看 这样他说 没有没有 我现在有空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 那我们就是刚才早上 就是大概有几个标地物 都还不错 大概看了四五家 居然有一家 他就跟会在心法里面观想想要的房子 居然相似度有80% 就是大概有105坪 然后电梯从地下是停车场到五楼这样子 然后又可以并排两台车 都是他所要的一个环境 那很开心 就在短短一个礼拜 就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个标地物 可是辉辉就觉得说 自己住这里非常非常的舒服 毕竟也是自己年轻所打拟下来的一个房子 想自己留在这边 因为我妈妈只住在旁边而已 就可以就近照顾 可是我儿子 他居然讲了一句话 让辉辉非常的感动 他说 我们要同进退 你一个不走 我们就大家都不要搬 我们吃苦在一起 享乐也要在一起 我们一起到新的地方住 那这里就租给了人家 那当时辉辉真的是眼角泛着泪观 真的是好感动 就想着 我真的透过超级生命运码这个系统 找回曾经善良的儿子 那辉辉也很感动 那在过去是就觉得说 两个年轻人根本不是不喜欢辉辉的 也不可能会想大家跟辉辉住在一起 可是居然两个人是计划要把我接到新房子来住 也希望大家一起能够住在一起共同享乐这样子 哦 好棒哦 我觉得真的如果刚刚像惠惠姐讲的一样 如果不是超级生命密码 改变了惠惠姐 那儿子跟媳妇也不会改变 那其实我想应该很多在超马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就是我们不管有多难的难题或者是不好的关系 只要自己改变我们就能去影响身边的人 我想应该儿子跟媳妇也是看到惠惠姐的一个整个的改变 他们才愿意去跟着改变 就像惠惠姐讲的一样 当你的能量产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结果真的就不一样 所以我在 我们拉斯维加市好像是两年前吗 我两年前见到惠惠姐 跟现在的惠惠姐 惠惠姐真的越活越年轻 真的不说她的岁数 真的大家都认为可能惠惠姐跟我一样大 那真的是匿名的 我觉得惠惠姐真的是匿名的在生长 那这个你看她的 不管是她的面相还是她的头发 都是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你心态的转变 也会让很多的事情变得更加的圆满跟完美 那我在这边也祝福惠惠惠姐越来越年轻 也越来越幸福 那也就祝福惠惠惠姐生意越来越好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装访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惠惠姐跟我们做这么棒的分享 那希望惠惠姐把这份 这么殊胜的系统传递给更多的人 那也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幸福 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惠惠姐